今天紅營館的嘉賓 繼續是剛剛來到多倫多國際電影節的 殭屍導演麥俊龍 殭屍就是阿Juno第一部電影 但已經非常之成功了 我不知道Juno接下來有什麼大計呢? 我知道這次拍電影 在最後的時候 你都特別向許冠英和林鄭英致敬 其實你之前自己本身認不認識他們? 私底下我們不認識 其實當然林鄭英先生 我比較在小的時候已經過世了 但是許冠英先生就是 我寫《殭屍》的劇本第一稿的時候 我記得當晚是我另外一套電影的受影禮 我寫完那一稿我就出席受影禮 是首英禮之後那個After Party 有一個電影朋友說 今晚你知不知道剛剛有一宗新聞 許冠英先生過世了 當然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覺得許冠英先生 其實他擁有一個很獨特的一種幽默成份 我覺得如果他很不開心地 他已經不在了 也沒有人代替到演出他那種幽默 所以基本上那個角色本身就整個刪除了 這樣 我知道了這個電影現在拍成了 每個看完都可能有些人很害怕 真是一個經論片 他說有可能就是三級片 因為是太害怕的關係 所以因為三級片可能會少了一些觀眾 我看了 那國內的市場就一定可能很難入 那會不會可惜呢 覺得 其實現在那個三級制或者二級制 我們在香港還依然在刁鎖 所以定案我也都未能夠回答到 因為這一刻 所以我相信 我想不同電影都會有不同的受眾 那我也都不想說 其實那個出發點去拍一套電影 他從來都不是說 某一個影展而去拍 或者某一個群眾而去拍 那所以我覺得 又不可以說很可惜 但是當然你會希望 越多人看到你的電影 就是分享到你的感受 那當然最好 但是同時間我覺得 隨緣 因為其實做完後期之後 我覺得作為導演的工作已經完了 因為譬如你說 威尼斯、多倫多 或者之後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其實我覺得 是屬於這部電影本身的命運 所以是應該要開心的 雖然現在香港那邊 就未定案這個級數 但是我知道你在威尼斯的時候 也同透露過 你這次來多倫多 除了出席影展之外 就是好像有美國的發行商 已經看中了這個僵屍 希望可以將它打入這個北美市場 談成怎樣 有沒有機會 其實已經傾成了 其實我們在威尼斯的時候 已經完事了 對這件事 所以我也很開心 因為始終是一個亞洲片 在北美市場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人 對…我想殭屍這個題材 都會…可能不是很熟悉 但是起碼會有… 印象中好像記得有一種類型的怪物 對… 所以我覺得對… 這是純粹基於我在威尼斯的一個看法 就是群眾的反應是… 反應會覺得是一種… 譬如同類型 譬如你說喪屍或者吸血殭屍 他們會覺得是這兩種以外的一種新品種 是 所以我覺得挺有趣的 對… 還有香港人看法真的有些回憶 這是很傳統的中國僵師 對… 是一個… 簡直是一個回憶 對… 第一部的電影已經這麼成功 還可以打入這個北美市場 接下來你有甚麼計劃呢 有沒有甚麼目標呢 想做些甚麼呢 關於這部電影嗎 還是… 在電影上有些甚麼目標 我想我的人可能是比較… 沒有所謂 是…比較淡圓 我覺得… 現在是寫劇本的 其中一個劇本就剛剛已經確認了 是會有一個… 我很喜歡的日本導演 叫做三次宋士 嗯… 他會去監製我的新戲 那… 其實我覺得是很開心的 但是… 譬如幾時拍啊 或者… 幾時要… 他要變成怎樣 我覺得有一天有很多東西都其實 不能計算 所以… 嗯… 對… 即… along the way 你就會… 嗯… 一路去感受那種… 怎麼說呢 是… 突發性的喜悅 我覺得這樣會更開心 其實你都很喜歡 和日本的監製導演合作 這一套其實《殭屍》都是就院的監製 對… 所以你都說 幫你加了很多經歷的東西 就是他幫你很多 嗯… 我想是剛好得那麼巧的 即是沒有一刻要… 要和日本導演時尚合作 其實你說這次《殭屍》 其實… 我們的監製清水蟲 其實… 他很好的 即是… 他… 他沒有阻礙我任何創作 也沒有牽涉過我怎樣去拍 或者怎樣剪接 反而他是很… 幫忙很多後期製作 即是後期製作就是 譬如那種聲效啊 那種感覺啊 即是我想這樣的崗位 我們在這次這個合作上 是分配得很好 嗯… 那今天呢 多謝Juno 就是和我們做了這個訪問 希望每一年 多人說國際電影誌都見到你 希望你有更多好的作品 帶到你北美的市場 多謝 多謝 多謝